通识教育作为一门独立高中必修科目,在香港的中学已推行十年,拥有和中国语文、英国语文和数学相等的地位。 香港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名言,香港教育局应对通识教育的课程内容做出检讨,现实看不到多少通识教科书能很公允地让学生知道当代中国和今日香港。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的资料,当年引入通识教育是希望学生具备广阔的知识基础、高度的适应能力、独立思考以及终生学习能力。 何汉权认为通识教育在摆市时讲道理、说感受、明思辨以及引导学生向前看这五个教育步骤中的每一步都出现了问题。 我看不到有多少个教科书能够很公允地让学生知道当代中国和今日香港。 很多通识教科的教科书都是将中国政府、内地政府只是讲他不好的一面,而讲他好的一面就是轻轻大过,甚至乎没有的都有。 本来就希望透过通识科是能够告诉学生听那个全面发展是怎样的。 谁不知有些学校或者有些老师就刚刚相反,他就这个一角的发展就将他有时就是真是抹黑并且妖魔化。 何汉权表示,通识教育明确将培养批判能力列为课程目标,但为此提供的知识基础却不扎实。 通识科里面因为它很强调批判能力,它是课程目标来的,课程内容那个是很臃肿的问题,高中一的学生, 它能不能够去拿捏到我们说三大单元,六大范畴,这么广阔的一个文理兼备呢? 如果你的知识层面那个事实基础是不够,就更加是没有逻辑那个辨证,那个事实根据。 这些都是谈不得在考验的。 10月2019年6月的香港修例风波中,不少大中学生走向街头参加暴力示威。 何汉权表示,风波背后成因复杂,但要承认教育出现问题是其中一条主线, 认真全面检讨香港的教育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通识教育,理应教导学生正确认识香港、国家和世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识科就真的应该要让它是香港国家和世界怎样透过你的学科而去通, 而不是事事只是会批判。 通识科当时的特质就其中一样要教导学生的价值, 这个真是要重拾一下,当我们教导学生, 个人的立场就是全面的感受去灌输给学生。 然后如果你是引导到一个学生, 只是有香港,而里面没有国家, 他都没有世界, 他真是在身心健康的成长, 都是很大的黑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